可以 还是挺紧张 可以 是 手冰凉 谢谢志胜 喜欢志胜的朋友们 喜欢志胜的朋友们就喜欢就可以了 喜欢志胜的警察朋友们呢 除了合影其实也是可以把他带走的 随便带 今天下来要上场的这位 大家应该也都很熟悉 二仙桥这个地名 听过吧 什么还有成华大道 对不对 很熟 像一档 传说中的节目 已经早就停播了 也没有再更新过了 但是一直在网络上流传 大家也都很好奇 谭谭交通的谭警官去干嘛了呢 谁来说脱口秀 掌声欢迎谭桥 大家好 我就是全球华语地区 想有一定胜誉的 谭婶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今天呢 来到这里能够见到咱们警界的各位同行 他们有搞这个反诈宣传的 也有消防的 还有我这么一个管交通的 这个效果文化 特地邀请到这些警察来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公司在这些方面 应该查不出什么问题了 其他方面可以左手查了 刚刚那个李淡也说了 谭谭交通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又有意义又好笑 今天我觉得应该好好教教他 在谭谭交通里 我可是每一天要抓十几个人 录十几回饮 然后呢 只能从中挑选一个 上这个节目 所以说这么大的海选规模 这么残酷的淘汰赛制 那挑选出来的能是一般的违法司机吗 那都是违法司机里的周启末 很多节目 电话板 谢谢 后来呢 这个节目呢 就录得多了 那对内容上边的要求 也就上去了 有些人嘛 你就光违规 他不好笑 我就得给他说 你说 你说你能个梗都没有 你这么好意思违规呢 有一个脱口秀大会节目 挺适合你这样的 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录五分钟谈谈交通 谢谢啊 其实呢 能够把主持做得广受好评 和我这个人的这个鬼点子有点多 脱不了干系 我就刚当主持那会儿啊 有人说你 这人不严肃 他就不像个交警 我开始真的很委屈啊 我说这 没想到啊 后来他成了我的优势了 有人啊 不小心就 闯红灯了 上来一交警 特别严肃 咔嚓 发他二百 他心里面肯定难受啊 那我就会 多问一问 你家里面是不是有着急的事啊 你的生活上是不是需要什么帮助啊 然后再咔嚓 发他二百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啊 大家都很喜欢我 甚至有些人呢 就跑到我的这个执勤的路口啊 找我要签名 就我说警察这个名不能随便签 那都得开罚站的时候才能签啊 他倒好 把安全带一 一拔了 给我来五十块钱的 这个后来啊 谭的交通呢 就太火了 我压力很大 因为 我觉得大家伙喜欢的是那个 谭警官 还有和谭警官聊天的 那每一个对象 我一个普通的谭桥 他就撑不起高大的谭警官 这个人民警察的形象 我就崩溃了 那我能够真正走出来呢 还是要感谢 在我们节目当中 遇到的一位福贵大爷 十年前啊 他因为交通违法呢 被我抓住了 他六十九岁 家里边只剩下 一个残疾的弟弟 和一条老黄狗 跟他相依为命 但是他非常的乐观 他说要往前看 十年后啊 我又遇到他了 他说他六十了 他是怕被罚款 他杀了个小伙 我说没事 那十年后我再见你 给你过五十大寿 我现在已经没做交警了 很多观众觉得 挺舍不得的 那我借用福贵大爷的一句话 来回答大家 要往前看 不过作为曾经的谭警官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生活呀 要往前看 但是过马路啊 那你得先左右看 谢谢大家 我是谭警官 谢谢谭警官 向谭警官学习 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也能像他的谈谈交通一样 好笑呢 又能给大家 带来一点点价值吧 接下来要上场呢 是一对刚刚组成的 漫才组合 大家也都知道 我的朋友王建国 对漫才的喜爱 当他把张博洋 祸祸祸完了之后呢 现在决定祸祸祸祸祸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是 我们是 我们 你看就是第一次组合 就是有问题 要不解散吧 走吧 咱们就重新来 可以啊 大家好 我是彭博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们是 日抛兄弟 我们这个组合啊 是专门为了 今天的专场 临时成立的 仅限今天 所以我们叫 日抛兄弟 而从明天开始 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谁跟你好姐妹啊 这是 咱俩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要跟大家科普一些 反诈的知识 揭露一些常见的骗局 彼蝶 你鞋套开了 我妈妈在那 我妈妈在那 这都是常见的骗局啊 经常发生在朋友之间 你这都是恶作剧吧 也不是骗局啊 你就说常见不常见吧 光常见有什么用啊 你得跟大家说点有用的啊 比如说现在有这种 一类真实的骗局 叫茶叶女骗局 茶叶女骗局子 茶叶女骗局 nies对ICE